我就打你 你能怎么让我 老公 你就看着你妈妈欺负我吗 可她是我妈呀 我能怎么办 我早都跟你说了 让你不要惹我妈生气 你还跟我儿子告状 我可是她母亲 你看她是帮我还是帮你 赶紧去做饭 再敢不听我的话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你们要吃饭就自己做去 我再也不会伺候你们了 我现在要回娘家 你要是敢跑回娘家 你以后就不要进这个家了 小丽听到了这句话 但还是头也不回地回了娘家 一个月后 妈 我还是去把我老婆接回来吧 我现在倒是有点想她了 你接她回来干什么 她那种不服管教的样子 我看到就烦 她既然想回娘家 就让她一直在娘家待着 我看她娘家人说不说她 妈 现在家里乱得一团糟了 找她回来就做搞卫生啊 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 我弟弟妹妹都要回来 让他们看到家里这么乱不好 尤其是我弟媳妇和妹夫 他们也回来 让他们看到家里这么乱 不是闹笑话吗 你说的也是 家里快一个月没打扫了 确实挺乱的 那你就去把你老婆接回来吧 让她好好把家里打扫下 就这样 儿子来到了丈母娘家 妈 你最近身体还好吗 怎么没看到小丽啊 我身体好得很 不用你操心 你还找小丽干什么 这不是快到中秋节了吗 我来接她回家 她也在娘家住了一个月了 该回去了 你妈打我女儿的事 还没说清楚 你就想把我女儿接回去了 妈 这要怎么说清楚 要说这事 小丽也有错 非要和我妈顶嘴 我妈脾气有点急 忍不住就动了手 你说 这是什么话 别说我女儿没和她顶嘴 就算和她顶嘴 她也不能动手呀 你想要接我女儿回去 就必须让你母亲过来道歉 保证以后不再对我女儿动手 妈 你这就是为难我了 让我妈过来道歉根本不可能 你也知道我妈的脾气 软话都不会说一句 更别说过来道歉了 她最多保证以后不对小丽动手 那我就再给你一条路 如果你母亲不愿意过来道歉 那你们就不要和你母亲一起住了 搬出来租房子住 你母亲那样的脾气 我不会再让小丽和你妈一起生活 妈 这条路我更不可能答应了 我妈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 受了多少苦 现在我成家立业了 该是让她享福的时候了 我怎么可能丢下她一个人 更何况我是远近闻名的孝子 我要干出这种事 会让人戳几两骨 你要这样说 就别想接我女儿回去了 你母亲对我女儿动手 不是一次两次了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 我女儿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没了 怎么可能呢 妈 你不用太过于担忧了 我妈动手都是有轻重的 你还是叫小丽出来吧 这是我们的家事 我和小丽来处理就行了 你和小丽怎么处理 小丽都已经跑回娘家了 到现在都没有出来见你 你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吗 我女儿以前都是报喜不报忧 不管在婆家受了多少委屈 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我一直以为我女儿的婚姻很幸福 谁知道她受了这么多苦 哪有这么夸张 你不要听小丽的一面之词 我和我妈一直对她都很好 只是我妈有时候着急 偶尔动手 老人能有多大的劲 这么不讲理的话 你是怎么说出来的 我真是太后悔了 当初发现不对的时候 我就应该坚持让小丽把孩子打掉 也不至于让我女儿后面 又受了这么多委屈 这次我绝对不允许你带走小丽的 妈 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了 我是诚心来接小丽的 你让小丽出来和我说 我和你说不通 小丽在房间里听到他们的对话 气得从房间里出来 老婆 你终于出来了 我来接你回家了 这么长时间没见我可想死你了 张思聪 我告诉你 这件事没有这么容易过去 如果你妈不和我道歉的话 我是不会跟你回家的 老婆 你怎么回事 你回娘家才待了一个月 怎么就变得蛮不讲理了 张思聪 你说谁蛮不讲理 我养了我女儿二十几年 你娶她的时候 怎么不说她蛮不讲理 我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当初就不会把女儿嫁给你 妈 你不要和她生气 她不值得你生气 不要把她的话当回事 他们一家人说话都是这样不讲理 她母亲比她还不讲理 小丽 你说我可以 但不能说我妈 我妈吃了多少苦才把我拉扯大 而且不管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都是为了我们好 她还能害自己的儿子吗 就算她做了什么不对的 她也是你婆婆 我们是做晚辈的 难道就不能迁就一下吗 张思聪 你还有良心吗 我迁就你妈迁就的还不够多吗 自从我嫁点你后 家里的家务活都是我的 你妈只负责享受 每天就像皇太后一样 把我指挥过来指挥过去 做一点活她也不愿意了 说她年轻的时候多么能干 我稍微辩解一下 她就要对我动手 就比如这一次 家里明明有洗衣机 你妈不让我用 说又浪费电又浪费水 她看我用洗衣机洗衣服 直接就把总电扎关了 说我矫情 说她以前都是用手洗的 那还买洗衣机干什么 我妈毕竟是长辈 你想想 在她那个年代是没有洗衣机的 她都是用手洗的 她看你用洗衣机心里肯定不高兴 而且我妈说的没错啊 洗衣机费电费水不说 而且还洗不干净 你不知道你用洗衣机的时候 电费都高出了好几十吗 你妈觉得洗衣机洗不干净 那为什么她还要用 我不在家的时候 她洗衣服全都是用洗衣机 她怎么不怕浪费电 难道就我洗衣服费电 她洗衣服就不用电了吗 你怎么那么较真 我妈年纪那么大了 你和她比什么 她这个年纪哪有力气洗 肯定要用洗衣机洗啊 她没有力气洗衣服 当时有力气打我 朝我冲过来的时候 剑步如飞 手打下我的时候 像闪电一样快 我都爱不及躲开 这就是你母亲没有力气 我告诉你 现在你母亲来道歉 我都不会回去了 因为你和你母亲 一样不讲理 我看你赶不回去 我都来接你了 你还在这摆家子 我妈说的对 你就是歉收拾 张思聪 你当着我的面就敢这样 你是不是忘了 这是在谁家里 在我家你都敢这样 凶我女儿 我都可以想象到 你在家里 是怎么对我女儿的 你都不维护我女儿 怪不得你妈妈 敢动不动 就对我女儿动手 我妈没有怎么动手 她那天就是 轻轻推了一下小丽 是小丽有点弱不经风 感觉我妈打她了 实际上我妈 根本没有用力 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不管什么时候 你只知道维护你妈 你妈哪怕做的是错的 你也要强行帮她辩解 你这不是孝顺 是余孝 我绝对不会 让你把我女儿 接走的 我不会让她 再跳进你们家 这个火坑 妈 你这是火上浇油 小丽和我妈 本来没啥事 让你在中间 捣鼓的 成了大事 而孙自由而孙福 你就不该插手 我们家的事 小丽既然出嫁了 她就是我们家的人 我管教自己家的人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也没资格来 替她做决定 那我自己总可以 做决定吧 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 我不回去了 永远都不回去了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 这是我家 我现在请你出去 不然我就报警了 老婆 马上过端午节了 我是来接你一块过节的 家里还都没有收拾呢 你一直待在娘家 算什么事 接我过节吗 我开始接我回去 收拾家务 洗衣做饭吧 我和你说的 还不够清楚吗 我永远都不会回去了 我要和你离婚 这日子过过了 你没搞错吧 就因为这点事 和我离婚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你不离也没有用 我会起诉离婚的 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家 我现在就报警了 你在这等警察来吧 看小丽动了真格 张思聪赶忙走了